來,我們來看一個例題 來,我們來怎麼寫 綠化甲,鏽化被碳酸納 第一個叫做綠化甲,表示有綠,要有甲 那我有背過根架表你就知道 綠是CL負,甲是K正 所以一個正一個負,一個正一一個負一 就一個配一個嘛對不對 一個配一個 一個配一個,一個綠要配一個甲 這一配負一,剛好配完 所以我就要寫出來就是要有一個綠,要有一個甲 那誰寫前面 金屬寫前面,甲寫前面,綠寫後面 所以呢,我們就怎麼寫 KCL 所以綠化甲就是KCL OK嗎? 綠化甲 那同理 那要我寫的是,繡化背 根據我背過的,繡是什麼? BR負 背是什麼?BA2正 所以呢,繡是負一,背是正二 但要怎樣才能讓它湊成一樣 就是,一個正二 那負一要幾個?要有兩個對不對? 所以就曉得,我必須要有兩個繡才能夠配上一個背 好,我們要架數相同比例要2比1 要有兩個負一,配上一個正二 所以就是,我要有兩個繡配上一個背 好了,我知道要有兩個繡配一個背 那請問你誰寫前面? 金屬寫前面,背金屬寫後面對不對? 所以背要寫前面,繡要寫後面 然後繡要兩個,要寫的是BR2 所以我們的,BABR2 叫做繡化背 繡化背 OK 那,最後一個是 碳酸鈉 就是鈉根,碳酸根 根據我背過的 我知道碳酸根是CO3二負 然後呢,鈉是NA症 所以症的只有一個,負的有兩個 所以它的幾比幾才能夠配成一樣 都要變成二嘛,對不對? 所以,正一的要有兩個嘛 然後負二的就是一個嘛 所以就是一比二 我要兩個正,我要兩個正一嘛 配上一個二負 所以呢,我就要有兩個鈉,配一個碳酸根 一個碳酸根要配兩個鈉 鈉兩個就是NA2嘛,對不對? 碳酸根CO3 那請問你誰寫前面? 金屬寫前面嘛 鈉寫前面 還有在講說根寫後面嘛 那根寫後面嘛 所以出來變什麼? NA2CO3 就是我的碳酸鈉 這又是跟各位解釋說明 我到底是怎麼寫出化學式的 原則就是正價數跟副價數要怎樣? 一樣多 然後書寫原則 什麼金屬寫前面 非金屬寫後面 除了鞍根之外 根寫後面 然後酸式清加酸根之類的 你沒有理解 那你就會寫出我們所要求的化學式 OK? 我來看你 我來看你吧 吧